被吐槽过气歌手,51岁张宇回队之后自省,修为不够。 被吐槽过气歌手,51岁张宇回队之后自省,修为不够。 在人才辈出的演艺圈里,无论是演员还是歌手,但凡一段时间没出新作品就会被网友关以过气的帽子,这种情况在上了年纪的艺人身上体现得更为明显。 今天,就有一位曾经火遍全国的歌手被一位网友吐槽过气了,他就是已经51岁的张宇。 一大早,网络上就有一位网友晒出一张和张宇的合照,从配文上看该网友和张宇应该是偶遇,而且在网友的邀请之下,张宇还和该网友来了个亲密合照。 本来应该是奇乐融融的画面,但是看了该网友的文字之后,张宇和歌迷是无论如何都高兴不起来的。 该网友在晒照片的时候说,欧遇过气中年男歌星,张宇。 照片中的这位网友还特意把自己的脸用表情包挡住了。 一边的张宇顶着一头白色的头发,神情还是比较严肃的。 看到该网友的动态之后,好心和该网友合照的张宇大概也很生气,转发并评论说委屈你了。 言外之意就是你既然知道我是过气歌手还和我合影,真的是委屈你了。 但是不久之后,张宇大概是感觉到自己这样说不太合适,于是就删掉了这则动态。 下午的时候,张宇又发文说我这香了,修为不够。 这香一词为佛教用语,知的是执着于外相而偏离了本质。 张宇把上午自己的动态称为修为不够。 也是,本来像这种网友的吐槽他完全可以不必理会的,但是话又说回来,这种事情放到普通人的身上恐怕也会一肚子气。 在张宇发完两则动态之后,袁博主似乎意识到不妥,就把那则动态删掉了。 有粉丝为偶像感到不平就去找袁博主理论。 也许是怕把事情闹大对大家都没好处,张宇紧接着又发了第三条动态,他安慰粉丝说好了,事情到此就好了。 让大家不要和那人一般见识。 文中,张宇还提到说,如果你觉得某个小孩很丑,但你不需要在他面前说你是个丑八怪。 这无关诚实,也不酷,这是没礼貌。 在这件事情上占张宇是没错的,毕竟本来好好做自己事情的张宇答应和偶遇的网友合照。 合照结束被别人吐槽过气,还把照片晒出来,这种事情真的放在任何语人身上都不能忍。 已经51岁的张宇出道25年,出了很多张专辑,还有多首经久不衰的经典唱作,难道因为近些年他没有什么特别想要的新作品出来就是过气吗? 这位网友的言论着实不太合适,难怪被一众网友讨伐呢。